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20日公布 今年11月外销订单金额为506.3亿美元 环比减少4.2% 同比增长1% 今年前11个月 外销订单累计金额为5172.3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15.8% 对于今年11月外销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% 终止连续14个月同比负增长的状况 该部门分析主要是去年同月基期较低 和今年新兴科技应用需求较高所致 但终端需求仍未明显回升 穿透货品订单继续减少 抵消了部分的增幅 按货品的类别观察 基本金属制品 机械产品 塑胶橡制品和化学品的外销订单金额 同比减少0.3%至12.5%不等 资讯通信产品 电子产品和光学器材 同比增长3.5%至10%不等 该部门预测 随着高效能运算 人工智能 车用电子等新兴科技应用持续拓展 加之农历春节前的备货需求逐渐释出 全台外销接单有望增加 人工智能